最后他们就想说好吧那你去问陈述春律师好了 那为什么要去问他 因为他咨询免费啊 那他土地比较厉害啊 因为国有的你要去跟他讲他没开辟 你跟他讲说我要把你的路弄下去 国有的还要跟你要求50年的 地上权计算的权益金内 接着老师要来讲 就有陷阱了 什么陷阱呢 所以啊各位 我们在一般买地的时候 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已经不安全了 不安全老师把他讲 各位 第四就是说 纵使你拿到土地使用同意书 他只要转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不安全 所以呢 各位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我们呢 应该要怎么样 各位有几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 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应该把他 纳入合约中 然后把他买断 过户 这个最安全 第二个 你呢 给他设立第一权 就我可以使用你的土地 来通行 来买管线 那我呢 在买卖的时候 这里也给你相对的对价 价金 但是你要让我设定第一权使用 第三 你呢 要嘛就要给他租任 把他租起来 租个二十年 公正 租约最长二十年就要公正 那各位这个时候呢 然后呢就无条件 再租 租起来 各位要使用要对价 各位 第四呢 你要做什么 各位 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要注意了 这种情形的时候 你干脆就是说呢 我把你买断 各位 开辟道路呢 捐给政府 只要捐给政府 而且是开辟的 捐给政府 大家就没事 所以呢 老师就办过这样一件事 各位 这个路呢 的两侧 原来当初都是假的土地 那他要卖给这个乙建商 那么这个路地也是假的 这一边对面也是假的 那假呢 就只要卖北侧的这个土地呢 好多钱哦 各位 这将近一亿的土地 他要卖给他 但是这个建商在买的时候呢 他就好担心哦 他担心什么 这个土地呢 还在你假的名下 那如果将来呢 我要拿使用执照的时候 你这个假 随随便便 把我这个改成饼 卖给别人 或信托给别人的话 你不让我买管线 我使用执照拿不到 那拿不到的话 我这边好几亿的这个投资就完蛋了 所以他就跟这个 这个这个 乙说呢 你把你的这个陆地 我帮你买断 结果这个假呢 对 如果这个假不够聪明的话呢 他真的卖给他了 他就多赚一点钱 各位 以后假这边要盖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乙不同意呢 换卡死你自己 那所以各位呢 那个假就要很聪明说 我不能卖啊 那他讲说 那不能卖我们个人 个二分之一好不好 各位这也不好啊 因为二分之一的土地 如果你没封管的话 你以后还是要盖到你乙的印章 也会卡死我家 各位 他们全部的都问过了 律师 建筑师都问过了 最后他们就想说 好吧 那你去问 问陈迅村律师好了 那为什么要去问他 因为他咨询免费啊 那他土地比较厉害啊 各位 他们来问我了以后 我跟他讲说 嗯 那这样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他给什么 各位 先信托告特定人的名下 然后把他开辟 捐给政府 把他捐给政府 然后真的就把他开了 各位 真的把他开了 以后你也没问题 我假以后要自己盖货卖 那也没问题 所以各位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 那么不然的话 各位 你不把他设定这个权利啊 很怕他将来这个土地呢 这个陆地会卖给别人 他呢 你就不能用 他会卡死你 所以各位 这个要很小心 很注意 这种情形的处理 再来的话呢 各位 第五 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形 什么情形呢 我们很多的建商啊 他就是知道这个是陆地 结果呢 这个陆地是共有的 那么这个甲呢 跟这个乙买了这个土地 之后呢 买了这个建地 然后这里呢 也是乙和别人共有的陆地哦 那么这个建商呢 就给他买乙的十分之一 做共有人了 然后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他给开辟了 把他开辟了 那么就建商的立场来讲说 我呢 帮你们开了马路 你们也不用花钱去做水沟 去做马路 我还花钱 我是对你们好 但是各位呢 就这一些其他的共有人来讲的话 他是怎么认为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把我开了 你把我这个路开了 以后政府就不来征收了呢 你损害我的权利呢 我在等着政府给我征收 你怎么可以自己就把我开了 只为了你要卖房子 所以各位呢 这个问题呢 很多以前建商就是买个十分 就认为他有权利 各位没有 你将来的话 你盖了以后 你如果这个被共有人知道 他可能在你使用执照的时候 就挡你 不让你过去 所以这个纠分就会这样而起 因此各位呢 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要嘛就买断 要嘛就是像老师讲的 就是有这个用这样来处理 那至少各位 真的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做到人数跟应有部分 你都要买到 就持分应有部分 你都要买到 二分之一以下二十条 或是你要得到多数人出租给你 或设定地义权给你 就用民 然后给少数的人 给他租金或相当的对价 一定要用这样子才是真正合法的一个权利 那各位呢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 就导致很多人 他现在来告 人家说 你没有经过我同意 你切占我的土地 你共有人只有十分之一 你怎么可以盖我的 把我开辟道路 第二个他就是阻止不让他们过去 甚至于说我建商卖了以后 就把这些土地 就房子都卖了 因为以前都没在管 这就卖了 各位现在的土地 所有权人就来告这一些 要使用他们土地的人 要拿出补偿金来 那各位呢 这一块土地 纵使是国有的 你也不能把它开下去 因为国有的 你要去跟他讲 他没开辟 你跟他讲说 我要把你的路弄下去 国有的还要跟你要求 五十年的地上权计算的权益金 所以各位呢 这个路啊 其实在土地的开发里面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牵涉到 那个路是共有的状态 所以各位来哦 因此呢 一个计划道路 在买这一块地的时候 这个计划道路 各位它有好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政府已征收 它已开辟 那各位这个就会登记 腾本上登记在公家 登记在国家地方政府 或是贷管机关 就是公务局等等 这个是OK的 它可以指定建筑线 也可以申请买管线 买五大管线 可以开挖 就是道路挖掘许可 那可以 那各位 第二个呢 就是计划道路 未征收 未开辟 那各位 这就是还在私人的名下 那在这个私人的名下 你能够处理的 你就是要拿到土地使用同意书 但是这个土地使用同意书呢 它如果移转给别人的时候 它不让你通行 不让你买管线 你拿不到使用执照 因为你没水没电 你怎么拿使用执照 所以各位呢 这个移转的时候呢 你不得对抗 你的肉碟会被卡住 所以各位呢 这个要防止它移转 那各位 第三种就是说呢 以征收 政府已经征收了 那一般呢 各位 我们有时候政府在征收土地的时候 确实为了 因为现在土地的征收的价格 是要以市价 所以它怕那个土地一直涨 所以政府有时候会先把那个土地征收下来 房子不给你征收 因为房子一直跌价 所以以后它就20年后再把你征收 你就已经择旧没有什么价钱 你不要想我们政府 我们政府也是很聪明的 各位 那这个以征收 没有开辟 那因为是公家的 所以各位呢 就很多人就 这种情况是不多啦 大部分都是以征收以开辟 但是有 确实我也有碰过以征收没有开辟的 那你把它开辟下去的时候 政府会说呢 感恩 因为呢 他就是说 就叫你 自己 你要替我 替我付钱 帮我坐马路啦 等等 我乐观骑程 这个就是要去跟他申请 所以这个就好处理 各位 那么第四个就是 最常碰到的就是没有征收 以开辟 各位呢 这是谁开辟的 就是我常常在讲 这建商呢 以前 这个是计划道路 人家也没有征收 他就弄个小小的词份 就是没有得到地主的同意 就把人家开辟下去了 就把人家开辟下去了 这最常见 所以各位 我们买地都要很注意 你前面那一条路是什么呢 那呢 各位 这个没有征收 以开辟 这是侵害 诗人的所有权 那侵害诗人的所有权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就是这里 有一个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他出来挡你 你快 他这不动声色哦 你可以指定建筑线 他不动声色 当你快盖好了 要拿到死罩的时候 他就出来挡你 说我抗争 我不给你通过 让你五大管线 不能买 然后你就使用食杂拿不到 你觉得很惨 另外一个就是说 被你偷渡过关 那么我们家的房子 都已经这样 前面这个马路 我们也都没去查 当初建商就卖给我们 说前面就是路 好漂亮 他卖完了 以后这个路就帮你开了 你也就在那边住个半天 就有一天有人来告你的 告你说什么 这路是我的 你们这些都要从我的路经过 所以他要把你挡起来 各位把你挡路 不让你通行 或是弄一个小小的洞 要给你通行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除了你用我的路 所以你要不当得利 要付我租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 这个情形 第七个 我们就是说 政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底下 在对计划道路 造成很多很多的这种纠纷 那么各位 当然这个就是政府 他的财力 到底是不是 应该尽量在这个都市 发展到这种地步 你已经是计划道路了 你就是去把它给征收掉 像各位 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 他这种前面是道路了 前面是路 那么他前面这一块地不卖 然后这一块地也不卖 那我们家的土地是这里 然后这里 你已经得到丙的土地 使用同意书 可以使用这一条道路了 可是这里的话 你通不过 你通不过到道路去 所以你的地是死的 那各位 我们虽然在法令上有一条 就是说 我有需要用到这个路 那么对方 死都不愿意 让我通行 那这个情形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去告一个 带地通行权 问题 老师已经说过 我们的法院说 带地通行权原则上 只供你通行 不一定要配合你 去建筑 那各位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可能要六米的路宽才可以 可是法官只判两米半给你 或判三米给你 你也没办法通行 然后将来 他说只有通行 又没有让你买水管 那你也不用 所以各位在这种地方 我们是有一个法令是说 当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政府申请 我拿钱 请政府代替我 把这个道路征收 来平衡 我这个私有财产 被人家公公众使用 那我也有征收的这个部分 可是各位 我告诉你们 这个土地的征收 虽然有这一条 那么我们地方政府来说 人家现在来跟我申请说 他要拿土地来跟我征收 因为他有用到 他没办法通通这个路 而且这是计划道路 那人家也为了平衡你们这个财产 所以他愿意拿钱 而且相当于市价 甚至比市价还高 请你地方政府来征收 可是各位 我们地方政府要申请征收的话 因为征收是国家的公权力行为 要到内政部核准 那么各位 我们的内政部对于这一种 真的我们有需要被挡住的 我们拿钱 麻烦县市政府 申请内政部征收 各位怎么样 内政部都不准 他不愿意 他说私人的财产 是政府发动 他不愿意 让别人拿钱 各位 更何况 什么 地方政府也大部分不愿意 你们的你们 我接受你拿钱来 我去发动征收 我不要选票了 那我是不是替别人再征收 为别人开入 我在土地 所以各位 为了选票这件事情 是没人愿意干 真的愿意干的时候 内政部也不愿意说 这是私人的财产 征收要有国家来发动 这种你私人申请 拿钱叫政府把它征收 这个我不干 我们正是这么的一个相怨 所以这一条法令 就是变成一个 虚设的一个法令 所以各位 人民在这个地方 好痛苦 好痛苦 很多的地 你就是被他卡死一辈子 可是各位 我们这种 基本上是计划道路 本来就应该来提供 但是政府应该要征收 不可以占人民的便宜 可是这种东西 政府在这个地方就不做 海南的这个人民在这里没没收 甚至于你的土地 他给你画成这个样子 你没办法开辟 你的土地就是一辈子 就死在那地方 所以各位 我们有好多的事情 我们自己来看 在买地的时候 千万千万要注意 路 不是图上有画就好 它的现况 它的所有权是什么 你的合约该怎么定 再来 各位确实 如果这个是计划道路 已经发展到那样的 我们拜托我们的政府 每年超收七八千亿的话 拨一点预算 各位 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政府 也有一点 就是说 如果这种的话 拿来做融机 让这些人 拿来做融机移转的买卖 这让这个 让这个公共设施的这个部分 能够获得一些舒缓 各位 融机移转的买卖 也道路开辟了 你政府没征收 让它可以卖一点融机 来赚一点钱 各位 那现在的融机 如果在台南 融机很少的时候 那个融机买卖 有时候比公告限制还高 一般融机 道路的公共设施的 道路融机买卖 现在大概是30% 40%左右 但是我们有在特定地方的时候 可以卖到公告限制的 100%甚至更高 这个也是一种舒缓 可以解决 可是各位 政府还要更大力的 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 它根本没开辟也没征收 它就是不答应 就是不让你过 我就去掐死你后面所有的地 所以各位 大家一定会想说 好了 那我不必买建地 我就是买什么 买陆地 所以各位 就很多人 就是真的 就是买陆地 去掐住别人的脖子 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提供给各位同学 这些人来参考 小心买地 不要看地长了很多 这里面水很深 陷阱很多 以上请各位参考 谢谢 谢谢 麻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